两炉的灵草 王小飞看了灵草 这些灵草的质量都不错 相信炼出来的丹药也少不了 张盘龙并不知道王小飞的想法 不断地介绍着这里的情况 很快两人就走到了最里面的一处地方 一眼望去时 王小飞的双眼一亮道 竟然有这么好的地火 张盘龙道 这可是前辈们设置好的 据说有着不少的阵法设置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 昆仑派果然是传承久远的门派 底蕴深厚啊 王小飞也不得不赞了起来 心中也在想着 有传承的门派 的确非常厉害 这昆仑派难怪成为华夏的中流砥柱 底蕴是非常强大的 哈哈一笑张盘龙道 行了 炼丹你是专家 我就不打扰了 需要什么的话就通知外面的弟子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行 我现在就准备炼丹 应该不会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送走了张盘龙 王小飞四处查看了一下 并没有见到监控之类的东西 一想人家昆仑派是大派 倒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也就释然了 探查了一下地火的情况 各种地火炼丹的手法 清理了出来 王小飞就在这里 回想着炼丹的手法 现在是炼制助鸡丹 又是别人的灵草 王小飞当然得慎重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王小飞把所有的手段 都研究了一阵 直到对于助鸡丹的炼制手法 熟练于心之后 才调息了起来 地火炼丹 比起一般的真火炼丹方式 就非常的轻松了 这里由于有着正法的原因 地火的控制也非常的精准 不像真火 如果一个蒸气不足 就会影响火力 长期都是用的真火炼丹 现在王小飞才发现 用地火是真的非常的轻松 一边调整着火力 一边还能够重新回想 炼丹的各种手法和程序 一样样的灵草 投入到了炼炉之中 对于昆仑派的 这个巨大的炼炉 王小飞也是感叹不已 可惜了这宝物了 昆仑派竟然让这样的宝炉 闲置着 虽然王小飞很是眼红 昆仑派的丹炉 他心中还是清楚 昆仑派是绝对不可能 把丹炉送给自己的 不过这是昆仑派的事情 王小飞也不会去多想 王小飞这时才明白了 为何许多丹师 都会找大的炼炉的原因了 通过这昆仑派的 大炼炉炼制 王小飞就明显发现 天际之间的灵气 大量地注入到了炼炉里面 这庞大的灵气注入之后 炼炉里面的药液 都成倍地在增加似的 难怪自己一直的出丹量那么小 搞了半天 问题出在这里啊 再感受了一下 这里的灵气变化时 王小飞暗自点头 昆仑派的灵气 比起任何地方都来得充足 聚灵阵的威力 就显得有些强大了 进入到了丹炉里面的灵气 远远超过任何地方 以前 王小飞在其他的地方炼丹时 由于灵气的摄取很少 丹药的出丹率并不高 到了这里之后 灵气充沛了 出丹明显是有着很大的提高 现在王小飞真的是后悔不已了 早知道炉子大有这样的好处 早就去找一个大炼炉了 以后炼丹尽可能地 找一处灵气足的地方吧 不过想到自己的修为时 王小飞也是苦笑了一声 自己又没有一个拥有地火的地方 根本就无法用地火炼丹 这样一来也只能是用真火来炼丹了 真火炼丹的话 自己那点真气 是不足以炼制这么大一炉丹药的 再说了 地球早就这点灵气 哪里找这么好的炼丹地点 有得必有失啊 王小飞很快就把这遗憾的事情放到了一边 毕竟现在是帮人炼丹 可不能出一点点的意外呀 看着那一炉子的药叶 再看到这里布上的聚灵阵也在启动 大量的灵气注入到了里面时 王小飞的心中一动 毕竟这次是帮人炼丹 可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 想到这里 王小飞就把那罐子里面的神叶 弄了一滴到这炼炉里面 现在王小飞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动用神叶 罐子里面每天一滴神叶 现在又聚集了许多 果然随着那神叶的进入 里面的药叶再次有了一种翻腾之意 然后就翻腾了起来 随着药叶的翻腾 这里面的灵气更多地向着炉子里面注入进去 还在增加 这时王小飞满脸惊喜了 只见那炼炉里面的药叶又增加了一倍还多 不过现在王小飞也没有时间去多想 随着灵气的大量注入 药叶已是到了融合阶段 手绝不断打出 各种的手上蒸气向着那炼炉里面注入 然后药叶就在炼炉里面进行着充分的融合 一盏茶之后 王小飞看得差不多了 就再次把手绝变换了一下 就在手绝发生了变化时 药叶亦是发生了变化 整个的炼炉里面的那些药叶 仿佛被一种格子分开 每一格里面都是一些药叶 王小飞的真气 这时完全地注入到了炼炉里面 神石也在不停地延伸 然后调整着药叶的浓度 专门为注击丹而设计的手绝 这时进一步地加快 又使大量的灵气 向着每一个格子里面的药叶而去 每一组药叶都已经出现了饱和 王小飞知道 这就是说明了每一个格子里面的这组药叶 都有承担的可能 差不多了 到了这个时候 王小飞知道最玄妙的引道程序 已经到来 引道就是引天地之道 这是一种非常玄妙的事情 就有些像是王小飞的那道员 手绝打出之后 只见整个的炉子里面充满了七彩的光芒 宁 现在王小飞要做的事情就是宁丹了 随着王小飞又是复杂的手绝打出之后 只见那丹炉里面的药叶快速发生着变化 本来是一格格的药叶 这时在某种特别的力量之下 就变成了一颗颗的圆球 天道之间 一种玄妙的能量 大量注入到了药叶里面 到了现在的这程度 王小飞知道 自己这次炼制 差不多是成了 并没有出现炸炉的情况 也没有出现失败的情况 王小飞那神叶的注入之后 现在的这注击丹已是成形 收 到了这时 王小飞的手绝更快地展开 那炉盖轰的一声正开之后 里面的丹药竟然化为流星 向着外面就冲了出去 哼了一声 早有准备的王小飞 把准备好的玉瓶一照 然后蒸汽展开 那一颗颗的丹药 已是向着玉瓶里面冲入进去 全都是金银透亮的丹药 成了 到了这时 王小飞才认定了 自己的这次炼丹之事 是真的成功了 一颗颗的丹药跳动了进去 让王小飞都没想到的是 这一炉竟然一下子就炼制了 九颗之多 那么多呀 王小飞拿出了一颗在手上看了一阵 无论从什么样的方面看 都完全符合助击丹的标准 在看看时 王小飞还是发现了不同 这九颗助击丹都是非常完美 达到了极品丹药的层次了 收好了丹药 王小飞调整了一下气息之后 再次开炉炼制了起来 这次张盘龙他们是给了两炉的领草 王小飞已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 加上这里又是炼丹的一个好地方 王小飞心想 没道理不利用这环境 把丹药多炼制一些 这次王小飞同样也是一滴的神叶滴入 然后整个的过程 完全就按照刚才的方法炼制 几个时辰之后 又是一炉成功了 这一次 王小飞发现 竟然是炼制出了十二粒之多 每一粒同样也是极品临丹的品质 这次是炼制出了十二粒之多